往下按,然后会留一条缝出来,然后顶住,沿边上把各个卡扣全部扣开,那就开了,开了之后,把这个撬起来,在这边撬起来,平拿下之后,找到电池的正负极,进行短路,好,那就可以了,再装回去, 装回去,然后再充电就可以了